夏天呢,应该会有很多鲜贝 因为背部有斩痘啊 或者是有肌皮肤的问题 不够自信 不敢穿掉带啊,肉背装 不要偷懒 赶快的把后背刷痠整起来 我工作室的健身满男 长达了半个月的后背刷痠实测 笑不看了见 第一点,清洁 后背斩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油脂分泌完胜 而且清洁不够到位 造成油脂堆滞 首先呢,我也求证过医生 不建议大家去用沐浴露的 那怎么清洁才能到位呢 造肌清洁油脂的能力呢,是这个的 我家里的上海硫磺罩啊 也安利过给我工作室的成员 已经好几回了 包括一些粉丝 撇取值5.0 相对温和又不会刺激 油豆鸡呢,来洗脸也没问题的 第二点,刷痠 改善痘痘 闭口粉刺 还有肌皮肤这些问题呢 最有效的方法还是要通过刷痠 达尔夫的杏仁酸精华啊 生产已经有10年了 杏仁酸你的老辈分了啊 它是杏仁酸 血仁酸 和焦痰酸的复配 相对单一的酸 它不仅能够有效的带一些皮肤老肥角质 清理痘痘闭口 还能体量肤色 破被痘痘的问题呢 一瓶搞定 第三点,磨砂膏 肌皮皮肤摸起来比较粗糙 疙瘩的这类问题 除了毛狼先天缺陷 还有毛狼口的老肥角质堆积 当你刷痠前一天呢 可以先用一个磨砂膏 来去除毛狼的老肥角质 坚持使用呢 还能改善一些膝盖 还有胳膊嘴的色素层叠 未来磨砂膏 我家里已经用空好几瓶了 冰沙一样的质地 而且还添加了精油尾干 一贯满足了沐浴 磨砂 精油 身体乳 唯一体 第四点 身体乳 刷痠有很多产品 不能在你皮肤停留太久 所以你想要得到一个更完整的改善 可以用果酸类的身体乳 防湿林果酸身体乳 5.5%的果酸精华 加神经线胺 有效去除角质的同时 还可以修护皮肤屏障 有越的质地 清爽又不会粘腻 再多说就好 后背想要从月球表面变成滑冰草 不要坚持使用 不要跟我用两三天去说明效果 更多美妆红门 给的慢咯 慢咯 哈喽大家好 我是SAMS 这里是我YouTube唯一官方频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大家多多订阅我的频道 并多多点赞分享我的视频 不要忘了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最新的美妆tips了 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